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啊 大事被天告 啊 萬世有的名途 啊 大事被天告 啊 大事被天告 啊 大事被天告 沒有, 今天在會議上 我們見不到龍大人出席了 那是故意來拜後下 對了, 龍大人 你很少缺席 我有點不舒服 龍大人, 你既然不舒服 那你還喝酒? 少喝無妨 對了, 龍大人 那你有沒有請大夫回來診治一下 我們這些老骨頭 還用不著請大夫回來看 對了, 今天出席會議 皇上有什麼話說 皇上並沒有談論過什麼 其實… 是因為蓮羹爺來了 蓮羹爺找皇上做什麼 皇上送一件屯龍雕垮給他 他故意向皇上謝恩 其實皇上這麼做 也實在太過口袋去 這就是 皇上過分寵信於他了 你也說得沒錯 其實像大人那樣 不但康復皇上登基 而且還極力推動朝政 居高智慧都未得皇上的恩恥 皇上這次這麼做 實在未免太過口齒搏鼻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 一直耿耿於懷 怎麼…龍大人早就知道這件事了嗎 他還拿一套群伐來笑我 想我生氣上來 今天就不出席會議了 龍大人, 你這麼做又何必呢 蓮羹爺算得是甚麼 皇上這麼重恨他 我不生氣就假了 八哥 大哥 八哥, 你在這裡嗎 你們兩個來做的 是這樣的 我們還未徵求你同意 而動用了鎮載的五萬兩 去收賣刺客 我們此重 過去了的事, 我不想再提 八哥 其實我們兩個這次來 是故意向你道歉的 對了, 八哥 你對我們很好 現在皇上也不追究了 難道你還生氣嗎 不過皇上的所作所為 八哥你也有眼見了 難道說你要還幫著他 我不是說幫著他 我做事不會像你們這麼意氣用事 尋提比較遠近了 這個教訓你們應該記住 意氣用事哪有用 是嗎 大哥, 我們知道錯了 這次來只不過希望你不極賤嚴 原諒我們 是呀 算了, 大家都是一場兄弟 你們坐吧 還有, 你們兩個記住 以後做事要小心一點 八哥, 其實我們就是擔心皇上 遲些會 你們兩個可以放心 現在龍科多和蓮庚耀 已經開始爭重爭拳 我相信皇上暫時都不會對付你們兩個 八哥, 那我們怎麼回事 那我們以後應該怎麼做 所謂一生不能藏二虎 八哥, 不如我們離間他們兩個來 我看這個也是一個好計 今天的議程是有關於馬營口提決的事 不知道現在情況怎麼樣 回稟王上, 這件事已經交給陳彭年 是從督工堵塞的 相信很快就會治理好的 不行, 朕要盡快解決這件事 二親王, 你要盡量撥出富銀 來支持他們, 知道嗎? 賊 皇上, 勝祖以前寬柔的政策 只會造成浪費工費 照臣認為以後無論做任何興甲的事 都一定豪善歸功才對 廉親王, 你所就的亦甚有道理 這樣吧, 你就先把這款條文二號 加入來院審定 賊 龍科多大人, 你有沒有甚麼意見 會皇上, 微臣絕無意見 既然沒有甚麼意見 今天議會就到此為止 臣膽告退 馬赤大人, 請留皇 不知道皇上還有甚麼分別 今天龍科多大人, 他心情不好 究竟是為了甚麼事, 你知道嗎? 會皇上, 龍科多大人跟連庚瑤將軍 他好像有點不和 怎麼會呢?連庚瑤他剛剛才回京 他們怎麼會有得失的呢? 皇上, 皇上你像屯龍垮給連庚瑤將軍 但是龍科多大人, 他就一點賞賜都沒有 當然是情緒低落的 連庚瑤, 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皇上, 我只是為兒子元氣擔憂 皇上, 既然如此, 為甚麼你不接他一起去驚醒 實不相容 我兒子元氣嚴有多病, 不言言言行 那他的病到底嚴不嚴重? 他患了哮喘病 聽說手尾會很長 你放心, 朕一定會派如意 去把你兒子的病房療理好 皇上, 皇上有數不知 微臣仿盡天下名醫, 可惜蓄草無策 因為這種病, 只可治標不可治本 我怎麼能夠不擔心呢? 照你這麼說, 明朗的名功可能太弱了 皇上的意思是, 朕所說的是相信 如果命功太弱的人 可能會影響他一生的運程 也可能會影響他的健康 那豈不是他注定一生受苦? 那又未見, 雙鶴有魂 雙強雙黑, 剛柔調和 如果你相信命運的話 那你若應該把凌朗過繼給人 讓他多個義父來相助他 可能會扭轉乾坤也不定 既然皇上這麼說 我又請皇上助署 好, 朕就把凌朗過繼給龍火多 皇上 朕知道你們兩位心存戒體 但是你們兩位 是康扶朕登基的開國眾成 如果你們兩位能夠拋開成見 對朕、對國家都有好處 對凌朗未尚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怕龍火多不肯接受 你放心, 這件事就包在朕的身上 你部尚書龍火多接旨 萬歲萬歲萬萬歲 以長子連戲過繼為義子 令行責入結義, 因此… 謝主龍恩 恭喜你, 龍大人 卑鄙還有事做, 我先告辭 兩位請便 我先告辭 皇上怎麼會把連更堯的長子 過繼給我呢 你說我應該怎麼做呢 不行, 我也要請求皇上收回成名 大人, 這樣又何必呢 皇上的意思是想消除 你們兩人之間的成見 皇上的聖情, 你又怎麼推卻 參見皇上, 微臣特為恩謝賞辭 求求, 免禮 皇上, 微臣此來見假 除了感謝皇上遇刺極品朝服之外 至於和連更要結為義親一事 實在愧不敢當 請皇上收回成名 求求, 你功高極品何愧之有呢 回皇上, 微臣過性與連更堯回義 勉強結為義親, 實非好事 正因為這樣, 朕才想出這個好主意 求求, 你還記不記得 明珠和索額圖兩位大人 記得 當年, 先王在生的時候 索額圖和明珠兩位大人 就是先王的左右手 就是因為他們兩位正見不幸 先王十分困擾, 朝政亦難以推進 如今, 你和連更要 就很比當年的索額圖和明珠大人 朕不想重蹈覆轍 所以希望你明白朕的本身 是, 微臣明白, 那就好了 既然你明白, 你就聽朕的主意 去和連更元結二親 謝謝皇上的成全 好, 總之 今天是連貴妃的生辰 朕打算今晚在禦花園裡 和她的興趣 求求, 你也早點來喝一杯 微臣恭敬不如從命 來, 乾杯 盈章飛, 我敬你一杯 來, 喝 八哥, 你看連更要多囂張 連更要, 她像得到皇上的重信 還有連貴妃在背後幫她撐腰 當然是不可一勢 你們放心 現在龍多多, 已經開始對她不滅 我看皇上今次都很疼痛 對了, 八哥, 你以為龍多多 會不會直辭原理呢 這一層就很難過 皇上駕到 出見皇上, 出見貴妃娘娘 祝貴妃娘娘福如宿海, 就給南山 平身 夜皇上 各位兄弟, 今晚大家盡情歡樂 等一會兒朕再給大家多喝兩杯 謝皇上 謝皇上 沒錯, 皇上果然有了 龍大人, 怎麼這麼晚了 對了, 不如我們喝一杯 好 不過我先行參見皇上 祝貴妃娘娘 回頭再跟你們喝 好 微臣參見皇上 供祝貴妃娘娘秀兒重拍 平身 謝皇上 謝皇上 龍多多, 為甚麼你這次才到呢 你還不快過去和你的兒親連更而應酬一下 你還不快和你去哪兒還不去哪兒呢 你還不去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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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好好跟蓮將軍學習, 學習吧 一定… 蓮將軍, 我們去那邊走走 好 皇上爹送了一套皇馬鎬給龍科多 不錯, 皇上真是有辦法 他居然能夠讓他們兩個都消除成劍 放心吧, 龍科多似老賣老 年根搖子高氣弱, 他們兩個合不來 但是我始終有點不放心 如果你們兩個真的康復的話 那對我們的計劃, 豈不是好不利 本來… 我找你有事, 找我有甚麼事 是這樣的 有個侍羅官, 他高齡的娘死了 想請皇爺充真重臉 皇爺方面, 出利是錢出了一千兩 大哥, 我們好嗎? 是的 但是我怕這件事, 如果讓皇上知道 白大哥, 如果沒有人說 皇上又怎麼會知道呢? 沒錯 對了, 三大哥都支持我們 讓我跟十大哥去吧 那就好了, 你們去吧 卑鄙 嫌親王, 找唐本勒的那群人 去罵喪, 你知道嗎? 皇上 皇上, 微臣對這件事都略有所聞 甚麼?你略有所聞 為甚麼你不去制止這件事 皇上, 釣言拉由來的職責 我又怎麼可以制止 但是非親非故 為金錢鬼魯而去的就不對 皇上, 釣言送白金匯贈禮事 拉人知常情 況且, 官規也沒有明文禁止 你又怎麼可以怪他們 你… 廉親王 你所說的只是常情禮節 如果跟主家毫無關係 而為了貪圖厚利而參與的 那就未免太過分了 對了, 他們這樣做也是不對 是你馬實大人 皇上 你認為這件事怎麼處辦呢? 皇上, 這種風氣已經是由來已久的流渣 但是從現在開始 我們應該針對時弊, 加以修正 好 這件事就交由你去辦責 各位, 還有甚麼事啟奏? 啟奏, 皇上 青海羅子藏丹俊 聯合幾個部族實行脫離中央的 主要管恨 現在西北一帶, 戰士風起雲湧 請皇上定奪 豈有此 朕一定要出兵將他們剿平 對了, 各位 究竟派哪一個領兵出戰好呢? 皇上, 照微臣的意見 蓮庚耀是最適當的人算 由蓮庚耀帶惡中旗 以及四旗人馬 應該足以制止這個叛亂 沒錯, 蓮親王說得對 蓮庚耀大將軍在閃川訓練身兵經驗豐富 而且岳中旗又勇猛過人 由他們兩人提師出戰 的確是很適合 好 但是除了帶領三軍之外 又派誰去負責軍糧的職務呢? 皇上, 照微臣的意見 兒親王是最適合的人選 因為兒親王一向是負責打理三副事務 所以他應該足以聲任有餘 皇上, 兒親王一向管理護部 和三副事務 如果我現在貿然把他調走 那我調到另一位人選 同時免得失事 沒錯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人選? 皇上, 張庭勇又怎麼樣呢? 張庭勇 不行 皇上, 尹唐貝勒一向擔當三副事務 如果由他去上任, 最為適宜的 好, 朕就派他辦這件事 走 尹唐貝勒又怎麼行呢? 他打理過父母應該是合適的 兒親王, 尹唐貝勒是你的兄長 你有沒有想過戰爭的風險是多麼大 混帳 國家有難, 匹夫有責 就算要朕預駕親徵 朕也在所不辭 何況他只是一個背囊 皇上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 人家會以為你因為他鬧傷的事 而去針對他 朕也是兩床六庸 何況這次朕派他為國效力 還有誰敢反對朕? 朝中這麼多的大臣, 人人都不叫 誰叫我, 分明就會難過 八哥, 皇上上次派尹唐去西陵 現在尹唐就受到軟救 現在皇上又派尹唐去 不可能是另有目的 皇上這次這樣做 分明就想分化我們的力量 總之我不會去 最多就廢了我背囊的名額 尹唐, 千萬不要 如果你不去 他當你違抗聖旨 到時斬水也有份的 大哥, 你幫我想辦法 現在還有甚麼辦法 八大哥, 如果九大哥去了 我們的力量自然就會削弱了 那也未必 如果九大哥能夠在西陵樹 立起他自己的勢力 到時反而對我們喜事 還會添多一分力量 連將軍, 明天就是你提示出征 所以朕不在這裡抓你馬到攻城 謝皇上 微臣一定不會令皇上失望 好, 勝的 對了, 連將軍 明天你回去西陵 找唐烏陪跟你一起去 到時你一定要好好地替朕監管他 皇上, 他是貝內爺 我怎麼監管他 你是虎縣大將軍 操有身殺之權 怎麼到他不可以 如果他不合作 軍務搞得不好 豈不是會影響軍心 你放心, 朕只會隨便給他個名銜 那就行了 皇上, 我看... 如果你不放心 朕可以如不授權給你 到時怎麼到他不聽命於你 是不是 他不如不授權 他不就找他 他不得不看 他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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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天啊 各位 好, 走 坐 明大將軍, 我們已經準備了酒菜 替大將軍洗塵了 希望上光, 上光 特別 大將軍, 我們是誠心誠意邀請你的 你們, 你們這幫人只會喝喝石雪 你們又知道嗎 現在西北正在打仗, 你們有甚麼看法 當然知道 只不過我老弱無能, 有心無力, 大將軍 所謂國家興亡, 匹夫有囚 你老弱而已, 你的兒子又怎麼樣 是…我立刻叫犬兒立即去參軍… 你呢? 我…我只是一個獨身兒子 不過我可以叫藏丁去參軍 好, 你們才這麼想, 那就好了 我終結, 再次 我命你為前線統帥 準備一齊, 馬上出發 走 兩日後, 我們就誓師出戰 大家要把握時間 要理好軍營所有的事務 還要鼓勵士兵殺敵的士氣 見到嗎? 見到 你們現在, 大家準備 是… 白皇帥 我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幫到你了 沒有 那我也要知道準備多少糧想的 三軍未動, 糧草先行 這方面我已經打碰好事了 我是培責軍需的 為甚麼我不知道 這一層, 你可以去問問連大將軍 不知道 你們的奏節, 朕已經看過了 關於丁地合一和浩善貴公這兩個問題 你們做得非常好 但是唯一未解決問題的 就是八旗子弟生活的問題 而親王, 究竟有甚麼問題存在 回稟皇上, 只要是他們依賴成勝 懶惰之過 並沒有甚麼其他的 二親王 為甚麼我們不試用一下獎勵的辦法 我已經已經決定了方案 交給郭郡王去做的 這件事很容易辦的 二親王, 只要你慢慢來就行了 不錯, 既然交給我去做的 二親王, 你要多點從王指導他 知道嗎? 一定… 對了, 你們還有沒事想走 啟宙皇上, 根據探子回報 我軍青海一戰, 奇開得勝 這個確是一個好消息 二親王, 你馬上替朕為了打傷士氣 在父皇撥出萬兩來打傷他們 親子 還有, 連更元果然英明神武 朕一定要收書去慰藉他才行 皇上, 我接到尹唐貝立的書行 他說述在西陵的生活非常艱苦 行軍打仗必然辛苦的事 朕不是叫他享福 可是尹唐貝立的書行說 連大將軍並沒有甚麼要事給他辦 剛才龍科多大人才說連更元告戰 難道這個消息是假的嗎 可是尹唐貝立也沒必要誤告他 召兵軒將乃連大將軍分來之事 朕不求尹唐貝立他有功 但求無過就行了 皇上, 尹唐貝立的書行說 他還想上學則 你不用說了, 這件事朕自有主張 找你貝立爺 貝立爺, 你不能進去 為甚麼? 連大將軍說過沒有他通傳 任何人都不能進去 貝立爺, 不成經 貝立爺, 貝立爺 貝立爺, 貝立爺 連更搖 為甚麼我要通傳才能進來 讓我出去 龍大將軍, 卑職也要告辭了 慢走 貝立爺, 你找我有甚麼事? 皇上命我為軍需 為甚麼所有軍糧調動 我根本不知道 皇上有這麼說過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這件事是皇上和總理 和四大臣一起決定的 我又沒有開會 我現在只是奉皇命而行 那叫我來這裡幹甚麼? 這層我更加搞不清楚 以貝立爺的身分 我至今大財小用 我早就猜到你會說這句 你為甚麼把權力交給我 不過我已經上周皇上批准個回經 不知道皇上有沒有跟你說過 沒有 你… 品告將軍, 鎮前頻頻告折 特來品告 好, 這個消息來得正好 轉告岳將軍 說皇上高賞白銀二萬兩 運功行賞 行 勉金耀, 看來我也有獎賞了吧 你無份參與戰士 你當然無份 你這樣算是甚麼態度? 視我而無物, 而且圍狂聖子 你說我圍狂聖子? 還說不是 皇上叫我監管著你 我能夠讓你自由自在 已經對你很仁慈 你怎麼說 你不相信的 看看這份皇上的手遇 你現在明白了 不然跟耀 我不會放過你的 貝勒爺, 天是無絕人之路的 你一定要振作才行 振作? 你已經受救了 你叫我怎麼再忍念更耀? 開廣也有說 虎落平壤避軟氣 在這個時候, 你千萬不要忍耀 我不能夠再忍耀 我決定回京 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萬一皇上幫著你, 要斬頭的 貝勒爺 正所謂識事無野為進結 你要三思 那你只叫我在等死 在你離京之前 認親和不是曾經吩咐你的嗎 我在這兒無權無勢 你叫我怎麼樹立勢力 你既然是貝勒爺 連更耀不當你存在 我們大家一樣很尊重你的 開廣 那你教應該怎麼做 不如我們跟當地人打交道吧 難道你有辦法 不然 皇上, 不知道急著召見微臣 有甚麼重要事 靠靠, 朕聽聞蒙養齋那幫人 借偏落故今書籍為名, 結黨刑事 你馬上替朕去徹查這件事 皇上, 蒙養齋是由成親無主持的 恐怕是不變之處 不管是誰, 你馬上去徹查 朕 朕 朕查到蒙養齋那幫人結黨認屍 直辭鵝皮, 有妝有據 朕現在馬上停止該處的工作 分別論處 皇上, 蒙養齋是由成親無主持 難道你懷疑沙漠哥 他有沒有份還未肯定 但的確有這樣的證據 皇上, 你所說的證據是... 讓朕告訴你, 其中有個陳夢磊 就是當年迪繼樹叛逆案中的罪犯 他前日蒙養齋任時 到底目的何在, 你說 廉親王, 所謂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皇上是不會冤枉無辜的 沒錯了, 朕一向處事嚴明 不枉不中 馬齊 皇上 朕要接援了該處的人 你準備物色人選補充了 是 龍科多 是 你負責調查該處犯罪的紀錄 交由九門提督分別處分 是 兒親王 是 你負責抄查所有罪快的財產 一律春功 是 賊 嚴親王 賊 朕有件事要交給你做 你跟成親王說, 叫他好自為之 賊 甚麼?皇上要解釋蒙養齋? 是 對了, 八爺哥 看來皇上好像知道我們對付他 沒錯, 皇上已經在思議我們 而且他還叫我提醒三爺哥 叫他好自為之 是 你們看來吧 我們三個他都視為眼中釘 辭到安的罪名來收拾我們 所以說 我經常都提醒你們 叫你們凡事做事都小心點 就是這個意思 欲家之罪何患無恥 對了, 好像韻提那樣 親兄弟又怎麼樣 不是一樣被軟感嗎 韻唐被他調走, 夢養真是被他解散 他這麼霸道, 難道他會放過我們嗎 如果他是有心要對付我們 就算我們怎麼小心, 也是沒用的 但是你們沒想過 韻提就是這位忍不住一時之氣 頂撞他先離職手 才弄得今時今日的天地 那九爺哥就沒有開罪他了 不是一樣被他調走嗎 九爺哥, 九爺哥負責處理三年 他又虧空功夫 叫他打理八旗子民 他又不來, 還有甚麼說 我夠沒錯, 他又解釋梁齋 你沒錯 蒙養齋裡的陳夢霖 是敵雞時判影案裡的罪犯 如果他說你是蝸蝸罪犯 你就必死無言 我們豈不是豈不是在這兒等死 這樣也未必 現在唯有希望的 就是尋唐能夠在西陵那邊 樹立好他的勢力 參見貝勒爺 勉禮 謝貝勒爺 各位父老, 皇上派我來 是收購這裡的農地的 用來發展交通和廠房 貝勒爺, 如果我們沒有了奸地 就守庭口庭了 是... 你放心吧, 我會換那些農地 給你們耕種的 貝勒爺, 你比我們荒地 就算種草也不生 有地不就等於沒有地 是呀, 那你們不用怕 朝廷會幫你們的 就算怎麼幫 也不及得現在的地這麼肥肉 古語也有話 滄海也會變喪田 你們不用擔心 貝勒爺, 看我們農民這麼辛苦 就收回成命了 朝廷這麼做, 我也不能違反聖子 是呀 貝勒爺, 我們已經繳勵地稅 你們說是不是 是呀... 就算貝勒爺肯保存你們的土地 如果交重稅 就更加令你們百常加根 沒錯, 我們是想減輕你們的負擔 所以才提出換地 貝勒爺, 那我們已經繳勵了 是呀... 貝勒爺, 既然他們肯繳勵了 是呀, 那收腦是不是可以以二號道走 這樣企威的事兩全其尾 好 好了 既然你們有了決定的 誰願意換地 誰願意繳納重稅的 就跟我們登記吧 河玉柱 是 跟他們登記起 好 來, 登記來, 登記 是... 來, 報告來, 報告來, 報告來 眼睛想造反 皇上息怒 誰這麼大膽想造反 是尹堂 皇上, 尹堂是奉子 跟隨連帶將軍的勢力 他孤掌難明, 又何作反之由 現在就連更要想走 說尹堂是先利職守 假傳聖子, 敲詐文財 枉法刑事 這還不是作反 請皇上息怒 尹堂貝勒是罪該萬死 但希望皇上念在他無知 將他重興發落 不行 朕要削除他張永 皇上, 竟... 你白兵多說 朕會覆查這件事 如果發現有誤告的 朕也不會放過 龍科多, 這件事就交你去辦 走 皇上 皇上, 你有心事嗎 朕更多兄弟 找提他又不把朕放上眼裡 而尹堂是西齡隊欺詐百姓 個個都想背叛朕 皇上, 在念列登基之前 你們的兄弟已經不和了 其實皇上, 你的兄弟已經算人至盡了 現在又何必為小小事而煩氣呢 皇上, 你有所不知的 如果朕執法過言又怕招人口善 說朕不練守足兄弟之情 但是過於松容 他們又會思無忌憚 朕真是左右為難人 皇上, 你何必這麼激氣呢 只要你問心無愧, 皇法是公平的 你說得對 但是太后她 事事對朕都略有微言 朕的確有所顧忌 天下父母 有誰不愛自己的子女呢 天方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貴妃, 還是你對了解朕 將來皇兒出世 有你教到他, 朕真的放心 為甚麼你射了雲堂的作為 娘, 雲堂在西陵道欺壓百姓 罪該處罪, 所以朕… 你只顧百姓 為甚麼你不顧兄弟情 皇法立下, 人人平等 就算朕犯了罪, 也要恕民同罪 皇上, 你是一國之君 有誰敢冒犯你呢 娘, 朕自登基以來 從來都沒有犯過錯 你妄顧手足之情 軟禁問題難度不過分? 娘, 找提他罪犯天條 你那個處罪 朕現在只不過要他正宗思過 這樣還不是顧著兄弟情分 問題現在怎麼樣? 他又劏山很好 我要見見他 不行 我身為太皇太后 見下兒子也不行 他又待罪之身 我怕他對... 對娘你有所冒犯 你現在身為一國之君 只顧江山, 愛百姓子民 朕不顧手足之情 就不尊重我了 娘, 朕怎麼會不尊重你呢 如果你尊重我 你就讓我見問題 是 皇上, 我這麼少要求 你也不答應我 娘, 朕要他守寧 無非是讓他靜宗思過 你又何會騷擾他呢 天下的父母, 無奔愛子女 皇上, 你也有兒有女 你沒有這種感受的嗎 父母子女正如肌膚骨肉 如果肌膚骨肉生成毒創 就不一定要把他割除 我沒想到你 你一點賊人之心都沒有 你們是不是自己拿來的 好, 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無論如何, 我都會見到問題的了 娘 起 路上有喜太后 綿麗 謝太后 喜太后, 皇上吩咐任何人都不准入王 大膽放置 是不是皇上吩咐連我也不准進去呢 不過… 如果你們夠膽阻攔 我就要你們人頭落地 老頭之罪… 老頭之罪, 老頭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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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今世都見不到你 娘何嘗不是, 我每天都很想念你 我知道 娘帶了藥給你吃 你回去吧 妻娘人對方娘, 牢龍臉亡浪天 混蛋 娘一定想辦法救你出去 阿娘, 世哥有沒有難為你 臣兒也知道 你一定為了我受到很多委屈, 是不是 雲婷, 你以前太放肆了 如果日後有機會, 你就要好好做人 阿娘, 如果我可以出到這裡的話 我寧願做一個普通的白神 平平凡凡過一生 那我就如月以足了 你現在能夠知錯的 我就回去向皇上求情 叫他放了你 阿娘 雲婷, 你放心 阿娘, 阿娘就算拚了老命 我都要救你出去的 阿娘 太后, 皇上請你休息等 請你的銀座再來 你少安心, 我今天無論如何 為甚麼皇上… 外面甚麼事這麼重 參見皇上 你退下 走 阿娘, 你這麼晚來到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剛才見過雲婷 朕已經吩咐下去了 不准人家去探望他了 為甚麼你偏偏要去 他潮水不堪, 瘦骨輪迅 怎麼會呢 那裡有得吃得住 他為了終日困在密室 不見天日呢 這就是朕要他在那裡靜忠思惡的原因 人不自由無靈性 我現在看到他虎房就認同刀割 皇上, 你就看在我墳上放了他 甚麼?放了他?放了他? 放了他就讓他出來搞風搞意了 不行 不行 你們兩個都是我親生的 我怎麼可以不理 而且我可以有權篤出他的 朕不想改變現在對運提的情況 皇上, 有事慢慢商量吧 何必這麼生氣呢 根本就沒得商量 好, 你不肯放他 你就讓我搬去跟他一起住吧 不行 他讓那些貧臣知道 就會說朕大躍不道 將太后你軟駕 你目無父母, 不念兄弟之情 你心目中只有江山 你竟然做得出來, 你怕甚麼人來... 不要 你不用再說了 就算你怎麼說, 朕都不會答應的 我真是不想見到你兩兄弟歸肉傷 我這麼少要求你都不肯答應 我心裡還有甚麼意義 我不想再殺死他 有事慢慢商量吧 我心無可戀, 還有甚麼商量 不要… 好, 走 阿倫… 阿倫 阿倫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